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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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从大部分 应该当中轨迹 不成实取用电脑 好像用了一半的武功 所以相关电脑的罪行 在法改会主理 但是我听到保安局 也想抽一些 他們说的争议性少一点 但是今天的文件 完全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不能回答我們的問題 不知如果保安局和資科辦坐在一起 我就會問 究竟他買俄羅斯的軟件 用不需要諮詢這個資科辦 這些採購有沒有道德或者法律風險 這題你如果喜歡回答可以回答 先回答我的執法和立法的問題 主席 副局長或者總監 副局長 我簡單回答一下 其實那個數字是一個報案的數字 也剛才陳議員你也說到 其實法改委都在看我們不同的 有些跟資訊保安有關係牽涉的一些條例 我們都在研究 暫時我們就沒有一個方向 究竟應該因為都在等他們的建議 副局長 那你是否可以確認 法改會的報告還未出之前 你們不會去斬檢 去修訂一些相關電腦的罪行的法例 暫時我們還未看到有這樣的 我們還是要等個報告 因為那個方向還未知道是怎樣 他問你第二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補充 警方使用一些原件的情況 警方去做這些 其實主席你也問過 在質詢的時候 現在警方處理了1429宗 涉及3721部手機 我們問保安局 他就不說 我們開手機 你可以告訴別人 叫人給你一個密碼 我們問他有沒有買過俄羅斯軟件 他又不回答 或者我們不要針對一個個案 如果譬如其他政府部門 尤其是其他部隊去做這些 保安上的軟件 他用不需要去知科辦去拿意見 譬如這些俄羅斯客客軟件 有沒有法律為道德風險 總監 主席 我想每個部門 如果他做一個 就是保安軟件 或者採購保安軟件 他都要先合乎他的需要 第一 第二就是 如果你說到 是不是合乎一個所謂的道德標準 我想最重要是先合乎法例 法例如果容許這樣做的話 他也都未必需要 就是徵詢我們的意見 他去做過採購的 多謝主席 不如一句 警方有沒有在相關的採購 徵詢過知科辦意見 主席 是沒有的 謝謝 好 那陳志全議員沒有其他問題 我想知道 那些數字 其實未來可不可以給多指示 一些 純粹那個是公案的中數 而譬如定罪的數字 如果我們知道 如果報案中數有定罪數字低 那就證明其實 那個執法是有困難 應該都是低的 不過可能 會不會你們可以透過 你們去保安局 或者是警方那裏 拿多一些準確的數字 或者如果不是 遲些好像陳議員說 我們又直接去問保安局 我們又透補一下 好 嘗一下可不可以拿到 好 唷 我們來看